小时候的橡皮都经历过什么?打针 有没有和我一样 一上课手里就闲不住的小伙伴 不是在课本上乱画 就是用铅笔给橡皮打针 像这种全新的干干净净的橡皮 戳起来最解压了 我跟姐姐独立 这不是我橡皮吗? 我被你脱上筛子了 你不要帮我去 有洁癖 橡皮用的久了就会变得脏兮兮的 看到我强迫症都快犯了 课都听不进去了 必须给它揉搓干净 用手搓不干净就在纸上搓 纸上搓不干净就在桌子上搓 桌子上搓不干净就在教室的墙上搓 要你墙上的搓不干净 就只能用刀把脏的地方给切开了 就是切完后它直接变小了一圈 一键穿新 新橡皮刚买到手的时候 特别想扎一下 但是谁知道越扎越上瘾 简直停不下来 结果就是直接戳过去了 我把它做成了一把小绽缝 这样擦挫子是不是会更有感觉 大力丸 有谁和我一样喜欢收集擦过的橡皮线 把它们汇集在一起 然后用手不停地捏捏捏 搓搓搓 时间久了它就会变成一个长条 再把长条揉成一个大力丸 这坨大力丸又软又好玩 就是有点废手 揉完我手指都肿了好几天 做手术 有时候说橡皮是 不小心会把铅笔弄断在里面 怎么都弄不出来浑身难受 搞了半天 它还反而越扎越深了 所以只好给它做个外科手术 结果铅笔心是弄出来了 可是橡皮也已经惨不忍赌了 乞丐橡皮 小时候的我基本上不买橡皮 因为总是能从教室的角落里 剪到一些乞丐橡皮 剪不到橡皮的话 就借用铜珠的橡皮 好几次还不小心把铜珠的橡皮 顺走带回家了 画画天才 谁能忍住不在新买的橡皮上画画 反正我是忍不住 每次拿到手 都要立刻展示一下我的绘画功底 毕竟我是个画画高手 画完后就算丢了 也能一眼认出来这是我的橡皮 做菜 把一块橡皮切成四块 我就可以拥有四个橡皮了 其他三个先收好 最后一个拿来炒菜 先切成片 再切成丝 最后剁成橡皮肉末 加点橡皮蟹做小料 炒一炒就可以给同桌吃了 我心炒了一道菜 你要不要咋的 老师 笑一个橡皮给打扰我 我都没办法好好学习了 老子们 快看我新买的橡皮 是不是超好看 小远 小远 快看我买的橡皮 我为什么也买了这么多橡皮 这些可都是男生专属橡皮 比你们女生用的橡皮好多了 什么 我不信 要不然咱们来比一比 你用比 看看谁的更好用 男生女生橡皮肥干净 一旦 并且是第一位选手 一踩 鲜鼻式橡皮 长得就像橡皮一样 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只要橡皮一样 突一突突进了 容量超大 擦的也巨干净 不但外表很少女生 她的内心里有内闹 无论你怎么擦 她都是一圈一圈的橡皮 老义如一 真的太好看了 不都是橡皮吗 我也有 而且还比你大好几圈呢 这款叫巨无霸彩橡皮 一个顶十个 五千用小橡皮总是丢 现在这么大一块 想丢都丢不了 一块连搬一年 我兄弟没橡皮时 还得切一小块送给她 怎么样 是不是很好用 别急 来看我们第二款橡皮 这款是每个女孩子 都必须的橡皮 刚看她的包装 大家应该都知道 她叫什么了吧 没错 她就是口红橡皮 长得和口红一模一样 不但她是一口优雅的叉字 还可以拿来 和小姐妹们愁美呢 不小心你们 可以把它给收拢了 千万别让妈妈看见了 不然妈妈还以为 你偷偷学化妆了呢 你这口红橡皮 带到学校去 肯定会被老师没收的 还是来看看我的吧 这款橡皮 你可别瞧她眨得丑 它可是有大用处的 这是一款墨水千笔两用橡皮 黑色这头擦墨水 白色这头擦千笔 长得是不太好看 那绝对是功能性 橡皮里的画角机 看墨水都擦得一干二净了 但磨砂质感 摸起来还挺解压的 不信的话 你也买个试试 解压有什么用啊 好看才是王道 用证论体验之 小章鱼橡皮说第一 那可没有人敢说第二 最重要的是 人家可不仅是橡皮呢 里面还包含了 四种颜色的彩笔呢 无但能当橡皮发 还能把老师说的重点 全都给画下来呢 买了它就算是买了六十笔 又学会好看 那我这块橡皮 可就吊打你了 它不仅白天颜值更 晚上颜值更高 我什么 你们有看到 上面的小帽帽标志吗 这可是以为 可以吸收光的橡皮 白天都拿出来用一用 它就会吸收 你身边的紫外线 到了晚上关热灯 你就会发现 它竟然发光了 这样就算扮演起来写作业 也能轻轻松松找到橡皮在哪 你会扮演写作业 我才不信呢 看来看我的这一款橡皮 这一款 保证所有的小鸣生 都特别喜欢 这么好看的水果橡皮 你们见过吗 除了外包装是水果 它的内心深处 全都是水果哦 用小刀把它们切成薄片 你就会发现 花片成了一小片一小片的 草莓橙子和葡萄 想想到它们又来到时间 人家是太可爱了 买了你这款橡皮 上课肯定就不会认认清课了 谁不得 我带你看一款黑科技橡皮 黑科技 这是一款磁力橡皮 包成橡皮戒的吸尘剂 它的每一片橡皮屑 可都是带有磁力的 在橡皮底部 还有一片黑科技磁力石 只要轻轻一吸 就得把这些橡皮屑都给吸走了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我每次吹橡皮屑 都要吹半个小时了 妈妈是不用担心你吹橡皮屑了 别说有了这一块橡皮 小时候的粉笔都经历过什么 挖粉笔灰 小时候没事就喜欢偷偷在讲台 偷拿一根粉笔 能获得一整根粉笔的几率非常小 最喜欢干的事情 就是给粉笔挖笔灰 能削下来一大堆粉 嘴姐呀 我削的粉笔真完美啊 削完还要用尺子给它压平再切几下 能玩一整捷克 不过千万别打粉笔 不然钱猪可就遭殃了 有时候觉得用刀瓜太麻烦 我会用卷笔刀削粉笔 削出来的粉更细腻柔滑 写字还更加方便 我皮刀削粉笔 当卷笔刀销已经满足不了我的时候 我就从家里偷偷带了妈妈的果皮刀来 这玩意削起粉笔简直不要太少 此拉几下就能刮出粉末 声音也贼好听 但这个方法有一个致命缺点 就是特别容易被同桌举爆 老师 小李的偷子米的 玩玩玩 就知道玩 下午叫你妈到学校来一趟 给粉笔洗澡 把收集了一个星期的粉笔头子 放进水里泡 就会听见烧水的声音 此拉此拉的很好听 这个方法的优点是特别好玩 缺点是 你中只能玩一次 如果把你的粉笔消失的太快的话 也是会被亲家嚷的 又玩学校的粉笔 下午再叫你妈来学校一趟 隐形粉笔 泡了水的粉笔不要丢 可以当成隐形的粉笔用 刚开始用它写在黑板上 完全看不清楚 但是等到干了以后 就会特别明显 是不是很神奇 写立体字 只要把粉笔掰成一小截 然后横着写出粗笔的字 再用粉笔头的尖尖沿着字描边 也可以用别的颜色的粉笔 描完边后的字 就自带一种立体效果了 是不是很简单 你学会了吗 这六种玩粉笔的方法 平时你会用哪一种呢 这六种莫克全会 好的 在评论区分享一下吧